各位 我是呂志华 去年聖誕期間 黑暴肆虐 很多市民都不敢出街 我們都被迫要留在家裡 今年全部黑暴都消聲匿跡 全部那些黃絲和暴徒 拉得就拉 走得就走 但香港市民今年聖誕都還是不能出街 每逢年近歲晚 喜慶日子特別多 好似今日做冬 往年做冬那天 一家大小和親友一起出街吃飯 很熱鬧 很開心 聖誕節是萬眾寬騰的日子 大家都走出街頭 感受一下聖誕的氣氛 但今年雖然已經沒有黑暴 但我們都只能留在家裡 原因是現在全球都在對抗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繼續全球肆虐 今天最新消息更加令人擔心 因為英國發現了新的變種新冠病毒 這個消息剛剛傳出來 全世界很多地區很多國家都立即作出應對行動 而香港過去來說 政府的防疫都被人說萬多拍 但今次都不敢怠慢 剛剛宣佈了 由今晚午夜開始 所有英國來香港的班機 都是禁止抵港 以及那些從英國抵港的人士 除了需要14天隔離之外 另外還要多加7天的家居隔離 究竟現在英國新變種的病毒是甚麼病毒 它有多可怕呢 以及現在的抗疫工作 如果是沒完沒了 究竟全世界面臨甚麼危機 今天這條短片我想講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給我一個like 以及幫幫手把我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新冠病毒在2020年全球肆虐 到現在各國已經發明了新疫苗 大家都正在準備廣泛採用這些新發明的疫苗 希望能夠將新冠病毒完全控制 希望全球社會經濟回復正常 偏偏在現在 英國發現了原來他們那邊的新冠病毒出現了變種 英國這種變種的新冠病毒 它的名字叫做VUI2020-1201 聽它的名字 大家應該知道是2020年12月1日發現的 而事實上 英國在南部近期的疫情傳播得很快 那些專家發現了原來他們的病毒出現了變種 他們在12月份 就在這個月份才剛剛發現的 英國這種變種的新冠病毒 據聞傳播力相當厲害 比過去的新冠病毒 傳播力增強了70% 以及它的繁殖率也很快 比過去的高出0.4% 由於繁殖方面很快 以及傳播力也很強 所以英國立即封閉了南部很多城郡 以及西歐國家 好像荷蘭、德國、意大利等國 已經立即禁止所有英國航機 或者透過鐵路進入他們的國家 換言之禁止英國的居民 或者旅居英國的僑民 透過這些交通工具進入他們的國家 全球嚴陣以待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病毒究竟是不是毒性更強 究竟傳播這麼快 會不會令到他們國家的疫情更加失控 專家就說病毒出現變種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要適應新的環境 由於人類不斷對抗新冠疫情 以及現在發明新的疫苗 專家就認為如果很多人都打這種新的疫苗 可能令到病毒為了適應新的生存環境 他們就會出現變異 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更加難察覺到他們 令到他們本身的繁殖力更強 更加難以消滅 這種就是物敬天責的自然定律 目前來說 全世界面對著這種英國變種的新冠病毒 我們除了隔離 似乎找不到新的方法 但是英國在宣布封城之前 大家從網絡短片可以看到 英國很多人都慌忙逃出英國 究竟現在有多少人已經離開了英國 大家都不知道 英國衛生大臣漢巧克批評民眾 說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相當自私的 但是在英國生活的國民 他們害怕封城之後 他們不能外出 所以他們也不理會政府的勸告 他們也不理會他們會帶來全球的災難 他們立即慌忙逃命 這種自私的行為 究竟會不會令到全球再爆發新一輪更嚴重的新冠疫情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新冠疫情短期再次蔓延 再次迅速向全世界爆發 我就擔心 除了我們的健康之外 其實現在歐洲國家或美國方面 他的經濟已經七爐八爽 已經十分脆弱 現在全球股市能夠繼續上升 現在全球經濟還未因為疫情而出現崩潰 最大原因是全世界各國都在印銀子 利用量化寬中的政策 令經濟還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但不斷地印銀子 始終不是解決方法的最主原因 全世界的商業活動和工商業都要迅速復原 經濟才可以復甦 現在這樣的做法 用印銀子去換糧食 始終都是治標不治本的 大家可以看到 美元不斷下跌 其實已經給了一個危險的訊號給我們 如果銀子再不斷印下去 最終所有的鈔票將會大幅貶值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要長痛不如短痛 要立即加緊所有防疫措施 希望盡早、盡快 用最短的時間令疫情完全受到控制 香港方面 其實香港的抗疫工作也做了一整年 而現在來說 很多市民對抗疫也感到相當厭倦 大家都希望長痛不如短痛 大家都希望政府用極嚴厲的措施 在極短時間內完全將疫情控制 所以民間有很多聲音 要求特區政府全民檢測 但政府是不做的 好了 面對英國這個變種病毒 是有機會傳入香港 政府的態度作出很大的轉變 初時還未肯完全禁止 英國所有航班的飛機飛來香港 直到今天下午突然宣佈 是由今晚五夜開始 全部禁止英國飛機飛來香港 特區政府的反應 可以令我們全香港市民鬆一口氣 因為香港是一個高危地區 因為香港有很多學生留學英國 以及香港和英國 無論市民或商業活動 都交往得相當頻繁 所以英國這種新冠變種病毒 是很大機會傳入香港 特區政府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現在滯留在英國 或者現在還在英國的香港人 我相信有些人大家都認識 就是羅冠聰、許智峯、黃台響這些人 當時他們逃離香港 是因為他們畏罪潛逃 他們就說為了爭取民主 想呼吸自由的空氣 想不到今天 他們是在呼吸自由的英國變種新冠病毒 他們現在想回來香港都沒有辦法 甚至他們想逃亡到其他歐洲國家 現在其他歐洲國家都封關 今次他們真的要跌心水 在英國爭取民主自由 多謝各位